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进的医疗仪器 如何用叶克膜或是达文西的手术 让我们做到以前做不到的医疗技术的突破 我们现在请副院长来 这个心房颤动它所产生的这些合并症 其实是很麻烦的 一旦身体心房颤动之后 左心房里面就很容易堆积血块 血块很容易顺着心脏血流的方向 就漂流到脑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而且我们现在常常所听到的 就是在脑部的血栓清除 它们的清除的迅速都是算秒 算分 真分夺秒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所以一旦发生这种脑部的血栓 我们放射科的同仁或神经内科的同仁 就会立刻冲到医院 把这个血管伸到脑部的动脑里面 把那个导管伸进去 伸到这个脑部的血管里面 把这血块吸出来 但是吸出来之后就结束了吗 不对 虽然说吸出来可以让脑部的缺血的组织 得到足够的营养供应 避免脑部的组织 然后因为脑梗塞而恶化 但是问题还是在心脏 所以心脏的心防颤动 还需要我们用达文西的吸气手背 做心脏内的治疗 这才是能够达到完全治疗的目的 所以达文西手术目前来讲 在我们过去这九年来 七八年来 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 目前来讲 也有好几篇在国际期刊上面发表 我们在我身后的这个影片中 就可以向各位简单的说明 我们可以在做用达文西机器手背 可以手术的状况来跟各位讲一下 像我们这个病人 他有一个心脏的肿瘤 这肿瘤中他的直径有八公分大 将近一个棒球的大小 但是他全身的伤口 只有刚刚所说的直径1.15公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特殊的管子 把这个心脏的肿瘤 在体内把它分解开来 然后分解开来之后 剩下的碎片就再把它拿出来 在开完刀以后 他的伤口就非常的小 而且他又是一位女性 对伤口又是非常的赛呼 伤口小就更说明他的恢复很快 所以在开完心脏手术后 他隔天就下床活动 第六天就回到他的职场 完成他本身的工作 像这个就是他开完刀的伤口 他就是这样几个伤口 最大的伤口是1.15公分 那我们在门诊中他的追踪 他的伤口就是1.15公分 他直径 那我们在这400多位的这个案例中 至少八成 他的伤口都是这么小 伤口小就代表这个疏血少 恢复也快 这就是达文西手背的一个 比较跟别人不太普通 心脏手术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的一种科技的进步 所展现的成果 很谢谢郑副院长给我们用电视墙 非常清楚的分析了 这么复杂精密的心脏手术 一些小片段 经过他的详细解说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手术的操作者 这些医生多了一份敬佩与感谢 感谢他们照顾我们的心脏 也让很多需要做心脏照护的病人 利用了最好的技术 用最好的仪器 因为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有 第四代的达文西机器手背 这是目前台湾最先进最新一型的机器手背 其实光有技术也没办法完成一件事情 光有机器没有好的技术操作 也没有办法让病人享有很好的医疗照顾 所以这两样因素加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全世界的观众看到我们这个影片之后 如果你有需要做开心手术 你也相信我们政府院长 郑教授三十几年的经验 开过3700个心脏手术的经验 我想你应该不会选择其他的医生 你就赶快到台湾来 我们有这边有非常坚强的医疗团队 帮你做从头到尾 从里到外 完完全全非常详尽的照顾 所以心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 也希望郑教授所提醒的 即使在帮你做好这些医疗照顾之后 你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饮食做一个很好的控制 不要吃太油腻 太咸 太过于糖分高的食物 经常跟政府院长一样 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 我们前面几集有讲过 高密度间歇性的运动 或是中强度持续性的运动 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非常好的帮忙 尤其是对我们心脏 因为心脏需要很多的含氧量 高的氧气 所以运动它是非常必须的 接下来你要把你的体重减下来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住才能 永保你的心脏健康 最后我还是要请教郑副院长 还有什么小叮咛跟建议 要跟各位观众提醒的 其实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运动 但常常会发现很多人都没办法坚持 很懒 这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所以在我的手术后的病患 我有像心脏移植之后的病患 我成立一个群组 有达文西手术后的一个病患 我也成立一个群组 因为这些他们曾经在手术台上 我跟他一起度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时刻 也好不容易帮他们的心脏重新修复好 所以开完刀以后 我们就变成一个好朋友了 对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群组 每天都每个人都向群组里面 这个问案 报告 报告 其实没有问案 都是报告自己 每天我运动了多少 去哪里运动 然后去哪里运动 那一定会有照片 就脱一张照片 还不能偷懒 就是要过照片才行 对 然后有些人在家里就可以 问我到底是做什么样 有些是提拉米兹 有些是慢跑 在跑步机上 有些是用滑步机 运动多久 反正动就对了 对 一天一定要两次 一天两次 然后每一次的运动 能够再要出汗 心跳要超过120分钟 那有达到这两个运动的需求 大致上来讲 你的心脏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刚刚有说过 心脏衰竭有好的照顾 你是比那些没有很好照顾的心脏衰竭 你的寿命至少是他们的三倍以上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心脏衰竭 只要动就对了 所以郑医师你讲 这些开完心手术后的病人 一定要运动两次 一断两次 所以这是个非常严格的生活规律啊 你一定要知道 这些守折对你将来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 你变成心脏手术之后 那种情况还要运动 你不如现在就做好 一些生活规范的改变 让你的心脏更强壮一点 所以郑教授他本身 是心脏外科的大师跟权威 他非常重视运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运动 保持我们优良的健康 保持我们增强的体力 所以今天就很感谢我们节目到这里 很感谢郑副院长来我们这里 让我们掏了他很多东西 我们挖了他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大家的福气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好好保持你的心脏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见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 搞 我 写 满 满 感谢观看